七殿 泰山王掌管大海底 西北方卧桥石下的热闹大地域 此从大地域周围八千里 并另射石榴小地域 锤鱼自吞小地域 猎胸小地域 三腿火逼坑小地域 牙叉抗法小地域 拳咬颈骨小地域 懊痛哭狗蹲小地域 裸顶开额小地域 顶时蹲伸小地域 穿堡上下着咬小地域 梨皮猪托小地域 吊搭足小地域 拔蛇穿衫小地域 抽肠小地域 驴踏欢绝小地域 烙手指小地域 油斧滚烹小地域 凡事在阳市 曾犯以下罪事 发入本地域兽行 一 炼石红铅 鹰枣 人包等壮阳动营的 邪恶药物害人 二 浪费不节省 挥霍无度 三 盗取棺材内的衣物宝石 盗取死尸或尸骨来当药 四 将他人最亲爱的亲戚朋友 予以拆散 将同两席卖给别人家当婢女 小老婆 会其一生的幸福 五 听任妻女堕胎 溺闭女婴 闷死私生婴儿 六 纠结朋友赌博 致令书前败家 七 为人师表 不严格教导学生 以致耽误他人子弟的前程 八 不顾所犯事情的轻重 猛力拷打学生 婢女 用人以泄愤 以致令甚至暗伤得病 九 仗着势力于肉箱里 用抢夺 设计引诱 诈骗贩卖的方式 诈取钱财 十 借酒装风 违背逆尊长 酗酒 以致做出违背常理 伤害他人之举 十一 捏造是非 揭发别人隐私 尖酸讽刺他人的过失 搬弄是非 致双方滋生事端意外 以上在阳世所犯的罪事 一条一条地查明清楚 在此热闹大地狱中提出至罪 而后发交相关的小地狱去受苦 其满之后 在转戒第八点 查明有无犯罪 再予以治罪 人间所服用的药 以天地之大 何种药物不可取用 将禽 兽 虫 鱼 活活地杀死来治病 以示大坏良心意 凡是有这种行为的人 听了这段劝诫 要赶快戒除 唯有买百万只以上的生灵来放生 或从今戒杀 每天早上漱口后念诵符号 那么临终之时 必有静念使者 以光明灯照除口内身上的臭味污秽 如此方能消除以上的罪恶 人间有偷窃被火烧死的人骨 以及私生堕胎婴儿的全身皮肉 用以制造配合为药的 同时有偷窃死尸的毒楼骨头 卖给中医做药的 这些偷窃死人骨头的 便偷成蛋为数众多 将其中骨头坚实地卖给商家 做成法器等 骨质枯松的雷尾粉末 或做烧咬之用 像这类人在世之时 即使曾有功于世 勾入殷私之后 所行之功德 递充其他过失 此偷盗他人遗体的罪过 阎王绝不清俭 立即发入热闹大地狱受刑 或再发入相关的小地狱受苦刑 之后在召会第十殿 如转发为人之时 要割去耳朵 眼睛 手 脚 嘴唇 鼻孔之类 使他的五官身体残缺一两件 来报应他的罪过 假如世人有犯以上这些罪恶的 肯立即忏悔 永不再犯 而且若遇到贫苦灾难的人家 无力埋葬者 能捐赠棺木 或者劝导亲友 帮助多人安葬 则这家的造神 就会在勾食诡异的牌票之上 点一个黑点 到时候准许免受此报应 人间偶有栽荒 无骨欠收的地方 有人没得吃 因而倒地毙命 甚至有鸡鸣尚未断气 而有些没有良心的黑店 将他们的肉割下 冲作馒头糕饼的线 卖给他人食用 如此心狠手辣 丧尽天良 尽到如此的地步 犯下这些恶行的人 戒道之时 阎王立即将他们 发交各地域 加重各种刑罚 痛苦四十九天 受各种刀斧之刑 而后 织照第十殿的阎王 著名于布册之上 转之给第一殿的阎王 天列在生死部内 下辈子若分发转生在人道 则令投胎为饿死的鸡鸣 若转生到畜生道 则令他纵使见到被抛弃的搜水 废弃食物 也难以入嘴 而以饿死来报应他 这些罪魂 除了不准以阳世所作功德底贫 并且不能免除下世受饥饿之报外 凡是误吃人肉馒头糕饼的人 在知情之后 仍然以之为使者 也都令其在下辈子 转世为人 或转世为畜生之时 咽喉肿痛 腹虽恶极 饮食皆滴水难尽 以如此万分痛苦而死的恶报 来报应他 凡是事后 察觉是人肉 而不敢再吃食的人 情有可原 不用受报 犯了以上罪事的人 若能在欲五谷欠收之年 捐资赈灾济重 或煮粥饭不失 或者将一生半盒的米 挨家挨户地 施给贫护 或煮生姜 黄豆的浓汤 放在交通药道边 救济片刻的饥饿民众 如果能确实做出这些 真正利益大众的功德 则不只是以上的罪过 全与消去 而且暗中增加这辈子 现实的善报 与下辈子的福寿 以上三条罪事与消罪之法 是本殿文武判官 与大地狱的史思所拟定 并奏请核定 陆入本殿的一决事项内 也将狱中各判官所拟的 一起承奏给玉皇大天尊批准之后 一并记载在玉历内 同时也通行地狱中 供各判官 作为有关官吏 记名升官 奖赏之根据 至于人间一切 作孽造罪的 维系情节 诸神原本就以会议 拟定好报应之律则 此外 向阳间军事 政治的公务礼仪 有违约之处 或思造违禁平等罪情 较为细索 而阴间法律 未能禁瓜的部分 一概遵照 阳世各国法律 所定的律例治罪 治罪之外 倘若有人逃躲制裁 并牵累他人的话 同时通知纠察 速报等官吏 准以利用神通显化追回 以上各神明已遵照 世间的男女 假若能在三月二十七日 如宿 清静深口意 向北方或向天 发誓忏悔改过 并将玉力宝钞印证 以劝化人间的话 卷于免受本殿诸种苦行 方才经典里说到 人间所服用的药 以天地之大 何种药物不可取用 但是人们为一己之私杀害生命 甚至妖言获众 鼓励使用各种奇珍异兽 不洁之物作为药石 其实天地间各种植物 矿物已经足够食用及药用 并不需要杀害生命去取得 但是人类贪婪无名 所造的恶行 真是触目惊心啊 现在工业发达 在食品中 违法添加各种有害物质 伤害广大群众 将来也都要受报的 现在虽然没有人肉包子 但是啊 也有不肖伤人 用染病死亡的动物 做成食品及药品 真是可怕啊 说得没错 所以大家更应该要本着 慈悲护生的正知正见 审慎选择食品与药品 这样不仅是保护自己 也保护了其他生灵 还能间接抑制他人造恶 你们说 这是不是一举三得呢 还是要当下来的呢 我们是否准备 我们下来再点灵 我们下来的 节目 请下来的 非常酷